接牌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桃园关于校区 由桃园市长 台湾海洋大学校长等人 热闹揭开红布 代表这块位在桃园的土地 正式起用 成为海大校区的一部分 包括航运物流 包括人才 包括海洋的生态 以及海洋的产业 那都可以在这边育成 位在桃科工业区 广达6.08公顷的土地 现幅无偿博用 让台湾海大 从基隆跨往桃园 启动产学分布新建计划 这边的产业的发展 包括物流 包括海洋教育 包括海洋的展示 藻礁的研究 都是跟我们学校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和当地天然资源做连结 积极推动藻礁生态保育 以及发展高经济价值的 水产养殖业 希望能将学术研究 结合产业发展 创造产观学三营 TVBS新闻林志伟 桃园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